香港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後 決定今年不參與支聯會 在維園的六四燭光集會 將會自行舉辦六四紀念活動 學生會認為是提供另一選擇 不相信會分駁維園的人數 中共六四屠城 中共屠夫政權的譴責 與支聯會的講法 大家都是一樣的 但我們更多放在透過悼念六四屠城 我們怎樣可以在香港人的本位出發 令香港人或我們可以思考到自身的民主進程 是有些insight在當中 所以會從另一角度 更加深入地理解這件事 港大學生會6月4日下午 將會先在港大校園 重新擁有游上太古橋的大志 代表民主之火繼續新課相傳 晚上會有紀念集會 以守住香港無望六四為主題 集會結束後會有論壇 預計1000至1500人參加 暫時沒有計劃在活動結束後 再有其他行動